歡迎回到市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住打電話來204-6566,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最後的嘉賓就是要財政圈的高級分析員 直耀輝Stanley Stanley,你好 Stanley,見到今天豪島股,個別股份方面被大行唱好 所以股價今天升上來,看看今天的表現 最後見到銀魚方面升1.2元去到18元 澳博跌2.2元去到19.1元 新豪國際升超過半成,升4.8元去到7.8元 信德方面跌三仙步5.3元 最後見到花旗發表了一份報告 認為新豪博壓是澳門的行業之內首選 因為說到它的估值對其他股份來說是最低的 亦有機會因為行業平均估值上升,獲得重新評級 另外亦看好它獲準參與的露坦經營 預計將會錄得一個驚人的增長 花旗因應上調了今年澳門博彩收入的增長 預測增長四成 而上調了新豪國際的目標價超過8% 去到10.3元 以配合新豪博壓現時的市道 並且維持它買入的投資評級 今天受到大刊唱好之下 股價立即有反應升上來 新豪其實平時見到的走勢都跑輸一眾豪賭股 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是首選來計算 我自己未必是新豪國際 本身如果你是首選的話 我反而會看到市場比較高的澳門博 你看到新豪本身的業務發展 其實都看幾方面的情況 例如旗下的 在拉閒上市的新豪博壓 看得到這方面的表現 其實相對比人都做得挺好 因為看得到首期度裏面 都賺到715萬美元 而看得到一個比較新的統計數字 看得到新豪博壓本身 在5月份來計算 市場份量有14% 在整體市場上 都可以說是穩佔第三位 但這個板塊本身 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尊重 在市場戰略方面 尤其是在整體澳門業的發展上 如果你有市場絕對領先優勢的話 當然對份量來計算是比較理想 尤其是澳門博出去方面 在4月份的收入方面 仍然有一個新高的情況出現 所以譬如澳博本身 現在的市場率來計算 在5月份大概有三乘三五多 所以如果現在澳門博出去首選的話 我自己都個人傾向於選擇澳博 會比較好設定一點 好 麻煩你了 這個時間有一位黎小姐在電話旁邊 先聽聽她的電話 你好 黎小姐 Juzy 你好 我想問農業銀行 我未有貨的 我想什麼價位進入比較安全一點呢 看到今天回調了 都幾嘗之厲害 減跌了 接近4%去到4.44% 最低其實都挺貼近現價的 在4.43% 其實農行的話 短期的直播率又高不高呢 其實看回銀行股本身 其實我都是比較樂觀的 就是比較看好的 最主要就是看回你本身 就是之前 就是去年度的一個業績表現 還有說今年 首位度的表現都做得相當理想 當然農行本身就更加知道 在這麼多間銀行 就是224大國銀行裏面 增長到來是最好的一間 但是問題是說 這一陣子都留意了很多新聞 例如內地有些刊情 或者是一些辯方的情況 反而覺得可能有機會 對農行有些影響 大家都明白 農行本身的服務隊長 以一些三農企業為主 例如農村農民為主 但是如果出現一些 例如刊災的情況的話 變相都令到很大機會 很多的農產品 農業會有失修的情況 所以對農行理解 都不排除 可能令到他的懷賞風味 可能會提升 或者不斷泰坊風味 可能有機會增加 雖然在上年度 和今年首位度 其實看到他 不斷泰坊的改善情況 都相當理想 但問題是在這次 這個因素的影響之下 我反而覺得 都可能要比較審慎一點 而且見到農行的股價 這兩天 其實跌勢都比較明顯 所以如果要買銀行股的話 我反而會建議 可能會買建行 這些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還有沒有問題的 這位觀眾 我想問農業銀行 曾經高位是多少 4.8毫半的 最高位 麻煩你 好 多謝你電話 拜拜 另外不如我們看看 浪人股 今天情況又如何 好 見到建行方面 都跌了接近1% 跌7仙去到7.21 工行方面 跌超過1% 跌8仙去到6.42 中行方面 跌4仙半仙去到4.09仙 農行方面 仍然跌1.8去到4.44 另外 交行方面 跌1毫去到7.92 招行方面 跌6.8去到19.26 最新跌6.6 順行方面 跌1.8去到5.36 民生銀行 跌了2.6 到7.12 從慶龍邨銀行跌4仙去到5.32 今天整個板塊 內銀股都是整體下挫 其實會否見到 內銀股方面的走勢上 其實是否見到內地都做得一般 內銀股都跟著跌了下去 其實今天比較多 比較利膽的消息 關於內銀股方面 因為大家都見到 根據內地的報道 說到好像金會 之前見到內地跌的情況 都有機會有增持的行動 但今次似乎 就已經出來發現了 暫時沒有增持的行動 除此以外 其實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資 一些平台 會否有清理一些清算 近來都是圍繞一些內銀股表現 其實大家比較擔心 一旦如果說一些地方的平台方面 融資方面 如果出現一些壞象的話 暫時初步大家有些估計 是有兩至三萬億 如果有一部份 雖然大部份有這個國家會承擔 但是有小部份 可能都要一些銀行 可能會有些要承擔一些損失 所以變相這方面的影響之下 變相對回內銀股 今天那個跌勢 其實都在某程度上 是反映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但是始終你說這些消息 其實暫時還未確實 而且對融人股本身 始終你說現在的股值上 其實已經反映了大部份的因素 也可以解釋為何融人股一直以來 的股值比較偏低 所以在這個因素支持著之下 我自己認為融人股本身 現在的股價方面 已經反映了這些因素 所以如果配上中長線投資心態的話 其實現價 等它現在回落一點 我覺得現價都可以 開始可以考慮這個價錢 看到今天有消息說 市場預計6月的加息窗口 可能會再度打開 昨天傳出內地準備清理 3萬億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債務 而大部份的地方政府債務 是來自銀行貸款的 如果核銷相關的外壞賬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經營業績 另外亦有說到 有傳銀監會會繼續收緊 內銀的資本充足比率 你覺得這個機會大不大 初步看來都是這樣的機會 但問題是 暫時看到本身 對內地來說 都會一步步離 因為市場預計經濟發展情況 好像不是那麼明朗 所以在做這些決策之前 都可能會有比較深知熟利才會做 所以短期內 我覺得機會不排行排除 但暫時都要大約去觀摩一下 好,謝謝Stanley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遲? 都沒有遲有 好,謝謝 稍後回來就是全日總結的時間 就會有第二位分析員幫大家看看 今天大事的表現 稍後回來見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